蒋新在演小美这次更像绿叶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谢谢 星岛环球网都市现实主义情感剧 如果岁月可回头正在热播 该剧讲述了同一个城市的三个中年男人 因婚姻危机走到一起 开启治愈之旅的故事 剧中 男人帮有个擅长调解矛盾的年和鸡小姐姐 蒋新饰演的江小美 近日 蒋新接受媒体采访 畅聊角色故事 以及对剧中关联社会话题的理解 但当绿叶演的酣畅淋漓 如果岁月可回头播出后 江小美曾经的江湖经历 让她被观众调侃为社会樱桃节 人美路子也 虽然正是角色的复杂性 让蒋新选择接这部戏 但她也坦言 藏住江湖气 才是表演的难度所在 我不觉得江小美很社会 她骨子里更多的是正义 善良 用她认为对的方式 做对的事 她也愿意倾听 开导朋友 欢乐送礼的樊胜美 是蒋新诠释过的经典角色 如果岁月可回头中的江小美 也是一个命运坎坷之人 蒋新说 我真不希望生活中有江小美 实在太苦 她渴望安全感 对于记住名的樊胜美之后 又一次出演命运坎坷的小美 蒋新笑颜 小美这个名字的角色以后不能再接了 因为小美永远都很虐 如果岁月可回头是一部 以三个男人为主线的剧 蒋新对自己定位很准确 我们女演员更像绿叶 要让三朵男人花更娇艳 被中年男人帮围绕 蒋新觉得这种设置很有趣 蒋新用酣畅淋漓来形容这次演戏经历 剧中所有演员的戏都很好 放在其他戏里都是演主角的人 所以跟他们拍戏很轻松 像打球一样你来我往 由于与三位男演员对戏较多 蒋新也赞美了哥哥们 从我认识靖东 他就是很温暖 愿意提携晚辈的哥哥 乃文哥很有喜剧天分 他光靠形体都能把人逗得捧腹大笑 宗汉哥很爱运动 期待突破并不留恋 华飞算上儿童时期 蒋新已演了20多年戏 从跑龙套到凭借 甄嬛转华飞一脚大红大的 蒋新有所感悟 在影视圈20多年 真是像上学一样 每天接受不同教育 学习不同表演方式 跟不同人合作交流 非常充实有价值 随着戏灵增长 蒋新也从初出茅庐的新人 变成资深青年演员 最近几年 他不断尝试全新的角色类型 奔腾年代的战斗英雄金灿烂 半生元的顾曼珍都堪称突破 他也更为自信 从出道到现在 我基本上没有演过特别雷同的角色 但我也没想过再出现一个笑话飞 凡胜美那样的经典角色 他们只是我蒋新 这个名字中的一个符号标签 畅谈如果职业首选又是 如果岁月可回头 花大力气探讨了婚姻 家庭 中年危机等话题 扩具现实意义 蒋新说 如果岁月可回头 更多是想告诉观众 珍惜现在 不要等到将来 后悔还想回头 演完这部剧 蒋新也对婚姻 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婚姻就像是夫妻双方 养育一盆花 两个人需要每天浇水 清理小虫子 剪掉枯枝 共同去孕育经营 婚姻中 理解 信任 坦诚是非常关键的 现实中 关于感情 他表示 父母给了我很大支持 也没有催婚 希望我能够走自己想要走的路 据终 作为斜杠青年 将小美的职业经历足够丰富 而在现实生活中 她除了当演员 还有想从事的职业吗 蒋新说 我小时候很想做律师 拍过律政戏以后才发觉 自己的想法真的豪傻 律师太难做了 我现在就想 如果真的再做一个职业 我可能会当幼师 因为我特别喜欢孩子 文本报记者杨文杰来源